这是我见过最变态的小孩 为了吃上雪糕 竟砍向母亲的手指去换 一个普通的家庭周末 母亲在厨房任劳任怨地切着菜 一旁的父亲窝在沙发看着报纸 年幼的女儿则站在马路上跳绳 母亲时不时瞟向丈夫 露出甜蜜且幸福的微笑 本是温馨且幸福的一个家庭 可仔细一看 切菜的母亲 捏着报纸的父亲 他们的手指都少了几根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下一秒 屋外传来一阵音乐声 母亲如临大敌停下了手里的菜刀 女孩也停住了跳绳的动作 定睛一看 一辆粉色的雪糕车慢慢驶来 车顶的小丑不断摇晃着脑袋 女孩闻着雪糕的香甜味 不禁咽了咽口水 老板似乎看出她的心思 停下了车 女孩抓住机会 头也不回地跑进屋内 找到了妈妈 母亲看着可爱的女儿 眼里满是宠溺 心里明白女儿的用意 却并没有停下手中的动作 等着女儿主动撒娇 只见女孩把头靠在台上 扑扇着灵动的大眼睛 母亲看得心中不由的易软 却仍旧没有过多的举动 女儿再接再利用手拽了拽围裙 眼里多了几分极不可爱 没办法 毕竟是血浓于水的亲女儿 何况还这么可爱 母亲捏了捏她软软的脸蛋 露出勉强的微笑 一个冰淇淋的心愿有什么难办 她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可能买到雪糕的可不是钱 而是血肉的代价 母亲把女儿的脑袋按向菜板 用刀割断她头上的发带 下一秒女儿接过 熟练的在母亲手指打上蝴蝶结 可仔细一看 母亲的手上已经断掉了一根手指 她举起菜刀 狠狠地剁向指头 红色的鲜血见了女儿一脸 可她的脸上满是淡漠 母亲的手指刚刚被分开 女儿听见雪糕车的音乐声 顾不得心疼 捡起指头马不停蹄跑出门 而沙发上的父亲头也没抬 目不转睛看着报纸 想来对于切手指的举动 早就习以为常 女孩打开家门 冰淇淋车仿佛早就洞穿一切 静静在门口等着 缓缓打开车门 女孩点起脚尖兴奋地递过手指 原来 这是一家用父母手指买雪糕的店铺 丑陋的店家将头探出车窗 接过女孩带来的手指 仿佛收到什么稀奇宝贝一般 仔仔细细地收进蜜罐里 旁边摆满整整一桌的玻璃瓶 不知是多少个孩子用父母的手指做交换 女孩咬着嘴唇满脸幸福地等待着 年幼的她只知道贪吃 完全无视父母的痛苦与无奈 就在这时 老板递出一根冒着寒气的雪糕 发出意味深长的微笑 仿佛嘲笑着溺爱的父母与无知的孩子 接着便消失在了黑暗之中 捧着冰淇淋的女孩 故步的凌乱的发丝和斑驳的血迹 自顾自填起了雪糕 下一秒冰淇淋车关上岩石的车门 伴随着来时轻快的音乐声 开往下一个孩子的家园 而女孩抬头看着雪糕车 露出呆滞的眼神 正思量着哪一个味道最好吃 溺爱孩子的父母会有什么下场 眼前的这位母亲 为了让女儿吃上雪糕 竟亲手砍断自己的小手指 而一旁的女儿捡起指头就跑 吃着用母亲手指换来的冰淇淋 眼里满是幸福与开心 完全不顾妈妈的疼痛与残缺 就在这时 二楼熟睡的妹妹也听到了 冰淇淋车的音乐声 兴奋地跑下楼 经过父亲的身边 她依旧头也不抬地看着报纸 但残缺的手指却透露了对孩子们的溺爱 而厨房里的母亲 看着女儿走来 眼里不禁沾沾自喜 似乎自豪于她在孩子们心中的地位 小女儿模仿着姐姐的做法 胖乎乎的手指轻轻拽着母亲的裙子 摆出小狗般呆萌的眼神 老母亲露出心领神会的微笑 她还能说什么呢 令人毛骨悚然的是 雪糕车旁排起了长队 不知多少个家庭深受着雪糕的荼毒 小女儿拿着雪糕心满意足地舔着 与大女儿有所不同 她的手里捏着两根不同口味的 暗示着母亲为她砍下了两根指头 这或许就是对于老妖的偏爱吧 短片就一次 全剧没有一句台词 只有女儿天真呆萌的动作 以及母亲宠溺的笑容 强烈讽刺了那些无节制溺爱孩子的家长 无底线满足孩子们的渴求 只教会了他们索取 却从未教过孩子们将心比心 一根廉价的雪糕与 宝贵的手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试想一下 如果他们的十根手指都切完了 还能留给孩子什么 就如现实中的生活 父母把所有的一切都献给孩子 只教会他们被爱 直到茂迪之年 那时他们坚不能扛手不能停 又能得到怎样的对待呢